大家好,我是小青 玉米面好吃,营养丰富 今天就分享一个玉米面大发糕的做法 松软香甜,营养又好吃 每次做完家人都不够吃 下面我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往大碗中加入200克的玉米面 然后加入一些100度的开水 下面使用筷子搅拌一下 在这里注意一下 加入开水活出来的玉米面 吃一来不拉嗓子 口感也会更好 一直搅拌成乌冠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三克的发酵粉 再加入一勺白糖 再刻入一颗正宗的土鸡蛋 然后使用筷子搅拌一下 把里面的发酵粉与鸡蛋都搅拌均匀 一直搅到稀稠的糊状就可以了 接着再加入150克的面粉 再加入一些30度的温水 再次使用筷子搅拌一下 朋友们视频录制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 一直搅到成絮状的时候 再下手揉一下 揉成一个面团 在这里建议大家 尽量的要多揉一会儿 把里面的面割的都揉开 这样走出来也不会出现死面 我们一直揉成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硅调垫上 使用筷子搅成一个圆形薄片 大概的厚度有两公分就可以 接着准备一个蒸锅 往垫子上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在取出来的时候可以防粘 然后把生坯放入锅中 下面盖上盖子 先不要开火 在锅中醒发40分钟 现在也已经醒发好了 来看一下 现在的体积已经成了两倍大 摸着也是非常的渲软 然后盖上盖子 凉水上锅 大火蒸12分钟 现在也已经蒸好了 把火关掉 打开锅盖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 对角切一下 切成大小相等的小块 这样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下面装入盘子里面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么一道玉米面大发糕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发糕蓬松悬软 好吃营养又香甜 粗粮细做 吃起来也比较健康 每次做完家里人都不够吃 做法也是简单加长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